最近这两天呢 然后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你在旅行的路上 你这个网络是怎么解决的 他们说自己买了好多上网的设备啊 都不好用 问我是用什么来解决这个流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做视频 上传需要的流量又比较大 今天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是用什么来解决的 就是它了 看上去非常小的一个东西啊 单说它上网啊什么都非常好 单说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 24小时不能断电 断电就断网 像我们在房车里边吧 又不能说因为它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把硬变器打开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货外充电源电小二 然后把它插在这里 24个小时长期给它供电 然后就直接往这个地方一粘就OK了 然后就不用管它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直有电 然后这个电小二呢 在给WiFi供电的情况下 还可以完成我的平板充电 因为我的这个平板的接口啊 是这种的 两头都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 它两头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一般的这个USB插口接不上 只能插这种 啊 AC接口 所以说这个电小二是超级的好用 平时的话我就直接把它插在这里 一边WiFi用电 然后一边平板充电 这样的话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 一个电小二全部解决了这些用电的问题 这个电小二的插口呢比较多 光这个USB的输出啊 上面就有四个口 所以说能够满足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一些设备啊 还有一些生活的用电 然后是超级的方便 这样的话呢 我的房车就不用开机便器了 然后就可以省很多的电 洗衣服 功能强大吧 完事把这电小二借给大家车友 用它来洗衣服 超级方便 这条洗衣机不错 省食又省水 现在还有46%的电 这个就是方便快捷 简单又安全 闲来没事 还可以吃个烤肉 哎呦我的妈呀 咱家的肉老香了 看着老有食欲了 但是呢 有句老挂手的好啊 媳妇人家的好啊 孩子是即个家的好啊 饭呢 孩子也是吃别人家的 别人家香啊 走吧兄弟们 又掉饭点了 拿上咱家饭碗 出去撒摩一圈子 看看谁家又弄啥好吃的好饭来 那中止就是不能错过每一顿饭 哎呦妈呀 会感觉跟你们在一起太幸福了 要烙小油饼啊还是烙啥啊 春饼 春饼 啥是春饼啊 薄饼 卷菜的 就是那个 烤饼饼 哦哦哦哦哦 那油油水瓶了 这都擀完了把它们一大摞起啊 嗯 这个是不是面得火软呢 对 面得软一点 给点热水烫一下 还得给热水烫一下 嗯 就这饼你们吃过没 我跟你们说 这玩意儿啊哎呦那家卷个土豆丝 卷个烤鸭卷个大鸽 老香了老带劲了 就这样使的这饼 我还是头一会吃呢 得了 接着给咱们就走这吃了 这饼 稠的都有吃了就香了 哎呦妈呀我不跟你们说了 再说一会儿这家伙这玩意让它们抢没了 我是流浪傻妞 一个喜欢倒是醋流浪的傻丫头